人与人的关系总是那么的玄妙 玄妙到男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 以及上属和下属等等等等很多的关系 都不尽相同,但又都特立独行 如果让你感受一下丁能通,白丽娜 以及心泽金的关系 似乎让你觉得他们三个之中既有默契 有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谁说不是呢 因为他们都服务于不同的人 贾朝轩终于要买那副雍子了 看来他是要有所动作 不过这动作究竟要做到谁的身上 丁能通不想去想 因为他也想不清楚 每个人背后的人都是隐蔽的 如果谁能傻到将自己的靠山 大方的介绍给别人 那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头了 七拐八拐 两个人终于来到了那位 那老家 他虽然长得其貌不扬 但是通过贾朝轩的口 让丁能通知道了两件事 一 贾朝轩说的破败相 脾气太来 确实有道理 二 这也告诉丁能通一件事 贾朝轩不是乱概的 闲来没事的时候 他会经常研究兵法 三十六计 乃至于义精 老纳 你这个院子是新建的 为什么把老院子拆了重建呢 丁能通不解的问 啊 原来门前这条街很破 我也懒得重建 这不龙井街重建了吗 我也萌生了重建四合院的心思 原来房子太久了 也没有排水排污管道 水压电容也不够 后来考虑再三 还是推倒重建了 只保住了院子里 这两颗百年石榴 哦 四合院 讲究磨砖队缝 费了不少功夫吧 可不是 整整弄了两年呢 那先生把贾朝轩和丁能通 让进正房 并亲自为二位 汽好了茶 正房已经被改造成了客厅 与众不同的是 博古架上摆满了形态各异的玉石 最有意思的 是客厅的一个角落的一架 鸦片大床 曾是旧时引君子吞云图的地方 那先生见贾朝轩盯着鸦片大床出神 也说 啊 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 现在 我用来躺在上面 看书喝茶 看来 那先生是个会享受生活的人 贾朝轩羡慕的说 老那 把东西拿出来吧 让贾老板看看货 丁能通一边喝茶一边说 那先生应声出去了 哎 能通啊 能保证 这祸是真的吗 嗯 贾朝轩疑神疑鬼的问 贾市长 我给萧市长当秘书时就认识他了 没少打交道 您放心 我心里有数 正说着 那先生端着一个包着黄布的盒子 走了进来 他小心翼翼的 将盒子放在桌子上 然后一层一层的将黄布打开 露出一个造型精美的漆气盒子 哎 哎 不满二位 这个漆气盒子是厚配的 围棋罐和围棋子都是明后期的东西 这种旗子 这种旗子又称勇子 而且是御用的供品啊 马先生一边说 一边将漆气盒子打开 取出旗盘和旗罐 旗盘和旗罐是紫檀的 由于年代久远 看上去黑乎乎的 只是那罐子里的棋子 哎呀 着实不凡啊 白子 洁白色欲 润而发光 色如嫩牙 晶莹可爱 黑子 乌黑透壁 照光而成墨绿色 且色周有一种神奇碧绿的光环 但灼盘则成黑色 黑白棋子看上去 很像天然玉石琢磨而成 众口不碎 灼盘升坑 手感舒适 那先生 呃 据我所知 勇子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失传了 哼 怎么证明 这就是勇子啊 丁能通问得很内行 呃 丁老弟啊 关于勇子 呃 有一个传说 相传九百多年以前 吕洞宾来到永昌郡 在龙泉池畔的塔盘山下 见到一个孝敬母亲的穷苦农民 为了周记这个农民 吕洞宾就教他用当地盛产的玛瑙和琥珀 断造为其出售 从此 牧子摆脱了困境 勇子 传播于世 啊 据记载 勇子始于唐宋 胜于明清 为达官显贵 文人雅士后爱 也是进献皇帝的公品啊 所以 勇昌府之记载 勇骑 勇昌之骑 驾于天下 其制法 以玛瑙和紫英石言分 驾以千销 头以药料 何而断之 勇昌铁 占其之 滴以成其 所以 棋子看上去 质地细腻欲问 肩而不脆 沉而不滑 柔而不透 娘而不妥 其色色柔和 光不刺目 正面微凸 底面扁平 弧线自然 造型别致啊 哈 你说 民国初年诗传 是配置的秘方式传 明清时期 盛行的勇子 仍有流传 我这幅 就是祖上传下来的 那先生 不慌不忙的 介绍了一番 说的丁能通 和贾朝轩 面面相聚 那先生啊 良久 贾朝轩说 不瞒你说 东西不发贵 但要保证 因为送人 一旦送了赢品 你我都不好做人了 贾朝轩冒昧地 说了句心里话 让丁能通觉得 有些尴尬 贾老板 我们玩古董的 有一句俗话 叫懂的人不玩 玩的人不懂 因为懂的人 不会吃进假货 不懂的人 对真货 也不感兴趣 没有 似懂 非懂的人 容易把假货 当真货买了 还自我陶醉不已 古玩上 对四董 非董的收藏者 最感梦 但两位都不是收藏者 是买了办正事的 丁老弟 又不是第一次 从我这拿货 所以 贾老板尽管放心 何况 我还靠丁老弟 给我带客人呢 那先生说的诚恳 丁能通知后打圆场 老那 我和贾老板 的确对永子不懂行 又急着用 不管是真是假 你开个价吧 那先生打了个手势 却一言未发 太贵了 太贵了 丁能通摇摇头 然后 捏了一下 那先生的手说 这些怎么样 那先生连忙摇头 老那 我不懂真假 但行情 还是略知一二的 说完 丁能通又捏了 那先生的手说 这些 怎么样 老那终于 开口了 这些 这是 递家了 这样吧 丁能通一咬牙说 尾叔去了 咱们就成交 那先生直摇头 像是吃了大亏一样苦笑的 贾老板 丁老弟太精明了 要是入了我们古玩行 必定驰骋江湖无敌手啊 那先生 买的没有卖的金 如果是真的 这个家确实是个朋友家 希望我们留个念想 以后还会再来 贾朝轩诚恳的说 贾老板 我求之不得呀 不瞒你说 古玩行的欲为 就在真真假家之间 去年 我就遇上了一件趣事 有一个小青年 在潘家园旧货市场 花三百元 买了一件不起眼的古鱼 到燕带街 我的古玩店 转手以一千元的家 卖给了我 我倒是觉得 这块鱼不一般啊 但怎么不一般 我也说不上来 后来 我店里来了一位新加坡商人 看上了这块鱼 我就以五万元卖给了他 他回国后找人鉴定 认为是假货 就要回到我的店 要求退货 我坚持认为是真的 新加坡商人 不依不扰 最后闹到了鉴定部门 结果专家不仅认为 欲是真的 而且还是填补了我国历史空白的文物 专家们找了家赞助单位 以二十五万元的价格买下 然后 卷给了博物馆啊 哎呀 看来 古玩市场 有捡不尽的便宜 吃不尽的药 寻不尽的宝贝 上不尽的当啊 贾朝宣感慨地说 前不久 咱们东州海关 也闹了一个大笑话 丁能通眉飞色舞地说 截获了一大批 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 为确定这批走私文物的 真伪和价值 海关请来八位专家鉴定 老专家细查后 一致认为 这批明清时期官窑瓷器 是国内罕见的真品 其中 还有国家一致文物 海关方面 顺藤摸瓜 来到江西景德镇 卖主家中 那卖主 得知来意之后 不慌不忙从床底下 拖出一只大浴盆来 哈哈 里面装满了 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啊 海关人员大喝道 哎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哪来的 您再怎么着 卖主里这气状的回答 本人仿着玩玩 犯什么法呀 在场的专家听后 大惊失色的说 看不懂咯 真看不懂咯 海关人员和专家 看了卖主制作的 尚未烧制的器物 这才消除一丝顾虑啊 嗯 我告诉你们 在古玩市场上 凡是所谓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 实有实是假货 万万不能上当啊 啊 假货 马先生的话意味深长 让贾朝圈对手中的勇子 也多了几分疑虑 丁能通终于遇到了麻烦 因为他与罗小梅的事 被人写成了匿名信 摆在了萧市长的秘书 郑魏国的办公桌上 其实 不光是郑魏国 所有市委常委秘书 几乎人手一份 最先通知丁能通的 还是郑魏国 毕竟两个人是前后任的关系 自然亲近的很 丁大哥 匿名信显得很恶心啊 我就不跟你念了 什么时候回到东周自己看呢 眼下最要紧的 这是千万别让王元璋和李卫 您看到 一旦看到 你市政府副秘书长就没戏了 丁能通心里最清楚 目前是花博会申办的关键时期 自己为花博会出的力 市领导有目共睹 所以市政府副秘书长的事 应该是铁板钉钉的 可是这封匿名信太可恨了 一旦落入王元璋或李卫民手里 非上常委会不可呀 魏国 你给大哥出出主意 我该怎么办 丁大哥 这种事 大多是补风捉影 就是有 只要没有被按在床上 就没什么了不起的 眼下 你抓紧时间给王书记和李副书记的秘书打个电话 让他们千万别把信给领导 其他常委的秘书我打招呼 只要这封信到不了领导手里 就没事 郑魏国颇为狡黠的说 丁能通放下电话陷入了沉思 他百思不得起见 哎呦 谁这么损呢 老盯着我 自己与罗小梅一夜风流 会被谁盯上呢 啊 丁能通从离开北京那天开始回忆 一个人一个人的过脑子 怎么也想不出来 谁会写自己的匿名信 那天去黄县驻京办送机的人 有黄孟然 白丽娜 几个司机 和黄县驻京办的几个人 这些人都不可能给自己写匿名信 罗小梅不可能贼喊着贼 水晋红就更不可能了 贾朝圈的秘书顾怀远也送了自己 但是 顾怀远是哥们 每次到驻京办好吃好喝好招待 不可能干这种缺德事 也没有干这种事的理由 看来 问题出现在黄县 黄县接触最多的 只有林大可和县政府办公室王主任 林大可盼星星盼月亮 盼我带港商去 不可能害自己 不仅不会害自己 还得从心里感激自己 哎哟 丁能通忽然一激励 那天王主任要给自己安排小姐 被自己一口拒绝了 与王主任分手后 他会不会跟着自己和罗小梅呢 对 只有这个王主任 最有可能跟在自己和罗小梅的身后 把那天在温泉里 自己与罗小梅的好事 看了个清清楚楚 哎哟 那么他为什么要害自己和罗小梅呢 也许罗小梅得罪了他 不对 罗小梅要是得罪了他 他直接告罗小梅就是了 可是匿名信主要是告自己 罗小梅不过是捎带脚而已 莫非王主任与自己的对立面有关系 在诸经办 盼着自己倒台的人只有钱学历了 莫非这个王主任与钱学历有什么关系 丁能通猛然一惊 一定有 肯定有 绝对有 想到这儿 丁能通毅然决然的拨通了罗小梅的手机 小梅 在哪呢 通哥 在办公室呢 怎么听口气 像出什么事了 是出了点事 我想问你 黄县政府办公室王主任 是什么背景 什么意思 你帮我查一下 这个人与钱学历有什么关系 好吧 我问问林县长 一会儿给你回话 两个人挂断手机 丁能通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坐立不安 他实在不愿意相信 钱学历和这个王主任有什么关系 如果有关系 匿名信百分之百是钱学历线 果然如此 自己就不能再忍让啊 这种人 如果不给予及时的还击 早晚会栽到他手 其实丁能通 对这封匿名信本身并不担心 因为自己当秘书时 就与所有常委秘书达成过一个秘密公式 就是无论谁拿到不利于秘书群体的匿名信 都要扣下来 谁也不要递给领导 要互相保护 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自己给肖市党当秘书时 不知扣留了多少匿名信 除非上级领导有批示 否则只要是匿名信 一律扣下 因为匿名信大多是诬告信 应该说自己这么做 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正为国接任自己后 也是这么做的 当然 肖市长本人并不知道 再说 哪个市委常委的秘书到驻京办 都被自己打点到被收买的程度 他决心 还会接到其他秘书的电话的 包括王元璋和李卫明的秘书 果然 他挂断罗小梅的电话不久 顾怀远就打来了电话 紧接着 市人大主任赵国光的秘书 市政协主席张鸿昌的秘书 也打来了电话 最后 王元璋的秘书 也打来了电话 纷纷表示 让丁大哥放心 这封信 不会交到领导手里的 只有李卫明的秘书小棠 迟迟没来电话 丁能通心想 这小子不来电话 也未必就把信交给李卫明了 丁能通是市长秘书出事 最了解这些秘书的 秘书就犹如一道水闸 只要不让领导知道 领导 断难知道 因为所有的信件 文件 批件 包括情书 都是由秘书先看 然后筛选着给领导看 如果什么都给领导看 那领导一天 什么也不用干了 所以 下面各委办局区县 打报告 要先做秘书的工作 求秘书们重视 给快点递上去 甚至 请领导吃饭 也要先打听秘书 了解领导的口味 官场上流行 投其所好 从古就有 不是什么 西医汉事 丁能通领着甲朝鲜 刚办完 永子的事 这边 他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有人给他写了一封匿名信 告他乱搞男女关系 主人公是他 也就是丁能通 还有 那就是 罗小梅 丁能通 一知道这事就知道 这不是无中生有 而是有人 掌握了他确凑的证据 当然 这个证据 还不至于 逐渐在床 要不然 那天晚上在温泉里 就有人逮住他俩了 这使丁能通非常生气 是谁变着法的跟踪自己 还陷害自己 然后 写了一封 非常下流的匿名信 丁能通想到了 所有的可能 很多人 都在他脑子里过过了 最后 他锁定了一个人 那就是 黄县办公室主任 王主任 因为那天 他清楚的记得 王主任 要给他找小姐 他说不用 后来 罗小梅跟了出来 他跟罗小梅出去散步 最后成就好事 会不会这个王主任 一直跟着他们 没回去呢 完全有可能 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跟自己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害自己 而且 为什么要这么恶毒 所有市委常委的桌上 都要放一封他的 举报信呢 好在先前 丁能通与其他的 市委常委的秘书 都已经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 哪怕是一丁点危害到秘书群体的事 各位秘书都要连些手来 把匿名信 举报信 扣在他们手里 由于没有等到李卫民秘书小堂的电话 丁能通想打电话沟通一下 后来转念一下 嗨 由他去吧 何必打扫惊蛇呢 想到这儿 丁能通摇摇头 笑了 心想 对手给自己写匿名信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何必如此紧张呢 丁能通紧张有紧张的道理 因为这次和罗小梅天狱的细节 叫人家看得一清二楚 赶上看三集片了 这么危险的敌人 要是不找出来 早晚要做大事 罗小梅终于来电话 通哥 林县长打得明白了 王主任和钱学李 是一单天的关系 到底出什么事了 嗯 罗小梅称怪的问 小梅 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 王主任都干了些什么 告诉林大哥 这个王主任是小人 防着他 通哥 从黄宣回来后一直很忙 没给你打电话 其实 我一直很想你 现在有空吗 我在一和园长廊等你 啊 丁能通心里乱糟糟的 很想散散心 得 答应了吧 丁能通赶到一和园长廊时 罗小梅早就到了 她正在欣赏长廊上的绘画 看什么呢 小梅 丁能通 抱歉的问 通哥 你看这长廊 像上一本书 三大白骨精 桃园结义 文人三才 龙宫铁宝 还有牛郎之女 这么多故事都画在上面了 照你这么说 还真像一本书 通哥 好几年没划船了 陪我划划船吧 啊 好啊 我也好多年没划船了 上一次 是从秘书岗位上退下来 住境办主任还没上任时 正赶上你嫂子过生日 我们一家三口在东周的西湖公园 划了一次船 丁能通说完 觉得有些失口 便看了罗小梅一眼 罗小梅显得很大方 并不在意 通哥 嫂子是在电视台做什么的呀 哦 别人家 听说是个大美人 可跟随比 通哥 你别紧张 我只是随便问问 我这个人 从来不会做心爱的人讨厌的事 何况 爱和婚姻本来就是两码事 啊 丁能通被罗小梅的话震住了 忍不住看了罗小梅几眼 发现她 妩媚窈窕的身姿 越发风鱼惹眼 罗小梅自然知道 丁能通在看她 便往前凑了凑 走到她的面前 要让她看个告示的 两个人泛舟在昆明湖上 丁能通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在办事处经常看到 工作人员陪客人拍的 颐和园的荷花 和泛舟湖上的情景 当时仿佛没什么感觉 今天 一汪碧波中 一盏鸳鸯船上 两个有情人 丁能通忽然觉得心中一脚 像掉进了池塘里 因为眼前的罗小梅 大气的让自己吃惊 与自己的感情 似乎没有任何功力 丁能通一边划船 一边脱口问 小梅 爱我这个人 值吗 爱是不问值的 不值的的 一句话 让丁能通 无敌自容 小梅 你提醒我 提醒我 提醒我 前学理 我忽略了 想不到 他会把目光盯到黄线去 是我不好 给你惹了麻烦 东哥 常言说 无度不丈夫 像前学理这样的人 最好对付了 罗小梅 罗小梅 彼仪在说 哦 怎么对付 给我出出主意 一句话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小梅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通哥 你这个人心太善 这样吧 我帮你搜集前学理的罪证 保证不出一年 他就滚蛋 小梅 你有什么高招吗 通哥 别装了 其实 你早就把他看透了 才把开发纺织厂那块地的事 交给他 房子盖下来之时 就是他前学理趴下之日 对不对 小梅 你可真厉害 不是一般的女人 以前学理的贪婪 我不相信 他在房地产开发中不做手脚 通哥 女人再怎么不一般也是女人 在男人眼里 就是几棵草 这话怎么讲 男人与情人一旦吹了 就发誓 好马不吃回头草 男人身边 女人如云 又吹牛 兔子不吃窝边草 男人被女人抛弃时 都会说 天涯何处 无芳草 罗小梅说完 咯咯笑着看着丁能通 丁能通也被逗乐 小梅 你这张嘴 可真吊 贾朝轩 在中央党校毕业后 回到东周不到一个星期 市委就召开了常委会 专题研究花博会申办事宜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 在萧红林一再坚持下 决定花博会选址在西唐区穷水湖畔 让萧红林下定决心选址在穷水湖畔的 不是西唐区区长何振东 而是自己的儿子 萧伟 因为 一旦花博会建在穷水湖畔 萧伟开发的穷水花园房价就会翻翻 萧红林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爱子心切 在常委会上力排众议 气得李卫明 会还没开完就愤然离去 李卫明并未看透萧红林的辞心 他是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 认为花博会 无论选在草河口还是穷水湖 都会给两个风景区带来过度的房地产开发 到时候必然给两个风景区造成污染和破坏 特别是穷水湖 是东周市民的饮用水呀 一旦污水排入 后果不堪设想 花博会选址在穷水湖畔的消息 不静而走 全省的房地产商都震动了 因为此时 只要在花博会周边拿到地皮 必然大赚一笔 贾朝宣当然了解萧红林的私心 只是不露声色 因为还不到与萧红林叫板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 就是坐山观虎斗 八潮望水流 贾朝宣最清楚李卫明的性格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旦此事反映到省委书记林白 和省长赵长征那里 萧红林吃不了兜着走 贾朝宣从北京回来前 特意拜访了王老 那副永子围棋 深得老爷子的钟爱 老爷子虽然深居北京 但对东周的事 仍然起着遥控的作用 只要老爷子说话 接替萧红林的位置 舍我骑谁 陈副东得到花博会 选址在穷水湖畔的消息后 也是兴奋不已 他连夜去了贾朝宣的家 贾朝宣正在家中做足疗 足疗小姐是市人民医院美容中心的 韩丽珍定期将美容中心的足疗师 接到家中为贾朝宣做足疗 贾朝宣见陈副东来了 示意足疗小姐不做 韩丽珍给自己的司机打了电话 让司机把足疗小姐送走 足疗小姐走后 贾朝宣起身让陈副东坐下 小包姆沁了茶 两个人在沙发上互相点了烟 贾朝宣吞云除雾的说 贾朝宣啊 我估计你坐不住了 肯定得来找我 大哥 陈副东往贾朝宣身边凑了凑 花博会一旦申办成功 厂管工程能不能交给我借 贾朝宣深吸一口气 贾朝宣 贾朝宣啊 难办啊 啊 市委常委会上 肖红林极力主张花博会 选址在穷水湖畔 目的很明确啊 但儿子的穷水花园 销得一直不太好啊 啊 花博园一旦建在穷水湖畔 穷水花园的别墅就得翻翻掌 另外 小伟的花语集团实力不在北都之下 厂管建设 小伟能拱手相让 大哥 这可是块肥肉啊 咱就这么拱手相让了吗 陈副东不甘心的问 陈副东 也不能这么说 啊 陈副东啊 你小子不能把劲儿都使在我身上 常言道 知己知彼百战不耐 袁锡帘和肖红林打得火热 是政府常会上 这小子力挺肖红林 我看你做做袁锡帘的工作 让他劝劝肖伟 穷水花园转了 花博会的场馆建设 就别再插脚了 啊 再插脚 对肖红林的影响也不太好啊 这 大哥 袁锡帆像个老狐狸似的 不好的预复呀 狐狸再狡猾 不也是狐狸吗 啊 只要有好诱饵 哪有不上钩的 嗯 哦 大哥 你足弃做某 给我出之主意 放什么诱饵好 臣妇中迫不及待的问 我早就想好了 你不妨给袁锡帆家 送个贴心的小保姆 大哥 袁锡帆是副市长 他家还缺保姆 哎呀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袁锡帆的老伴 瘫痪在床上 十多年了 这两口子 还没儿没女 他老伴难死后 保姆不知换了多少个了 你给他送个贴身保姆 这老小子一举一动 你就全了解了 到时候 你再对症下药 还愁袁锡帆不听你的 贾潮山说完 贾潮山说完 鬼觉得笑了笑 陈副东想了办事 一拍大腿 哎呀 好主意啊 大哥不愧是常务副市长 想出来的办法 就是与众不同了 哈哈哈哈 老弟 凡事急不得 啊 要动作脑子 袁锡帆不挡道了 你再让丁腾通 做做萧红林的工作 这件事 你就可以和萧伟平分求责了 大哥 请邓副市长吃饭的事 还得抓紧啊 前一段刑警支队的人 老在我公司很忘忧 这段时间像蒸花了一样 搞得我心里都没有底了 副总 我已经跟邓大海渗透了 保护民营企业的重要性 他不会听不明白的 啊 我相信 他还没有胆量 与我这个市委常委作对 那天我在请他吃个饭 你小子 不比我惹事最好 啊 告诉你手下收敛点 别忘了 再大的势力 也难一手遮天呢 那是那是 大哥 老弟现在是有神分的人 一心想为大哥增光 哪能给大哥我黑呀 副总啊 你能这么想 我很高兴 啊 你小子熬到这份上 也不容许 你该懂得珍惜啊 这时 我听说 我听说丁能通 与中组部领导都搭上关系了 你何不让丁能通搭着球 更上一层楼啊 陈沪通借机转移了话题 丁能通 他追求的 他追求的是自由自带 富贵一体 如果要是不贪不战 官场上哪个位置 也比不上驻京办主任 你看这小子在北京 就跟王八吃着秤妥似的 根本就不让我回来 朝鲜 副总说得有道理 多个朋友 多条路 即使王老替你说话 最后也得落在中组部 不如让丁能通 搭一搭桥 搭上这层关系后 能不能拿下 还不在我们 贾朝鲜听了老婆的话 半上没吭声 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或许萧红林更上一层楼 对自己是些好事 位置倒出来后 能不能坐上 还真得下功夫 因为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李卫民 王老可以疏通胜利 中组部 自己还真没有太硬的关系 让丁能通搭桥桥 也未尝不可呀 最近 省委书记林白 痛风的老毛病又犯了 脚脖子肿的 跟馒头似的 没办法 只好住进了省人民医院 住院前 林白听取了 省委组织部考察组 在东州考察的回报 听了以后 忧心忡忡 一直想找机会 与省长赵长征聊聊 林白 是很讲究同期的 但凡涉及到重大干部 人事安排 总要向班子成员 征求意见 特别注意 听取省长赵长征的意见 这是林白多年来 养成的工作作风 也是工作磨合的需要 特别是在上会前 一些重大敏感话题 先沟通一下 在会上决策 就少了不少盲目性 班子里的成员 都习惯了林白的这种沟通 因为沟通的前提是信任 不信任就没有必要沟通 同时这种沟通 拉近了班子成员间的距离 赵长征常常觉得 与林白之间的每次沟通 都获利匪浅 老搭档病了 没有不去看的道理 早晨 秘书和司机接自己时 赵长征没有直接去办公室 而是静止去了省人民医院 由于事先和秘书打了招呼 林白知道赵长征同志来看自己 早就准备好了茶 赵长征推门就张着 哎呀老伙计啊 好点了吗 明天我就要带团出访越南了 走之前还真不放心你啊 林白煮着担拐 一边亲自给赵长征泡茶 一边开玩笑的说 你那糖尿病的身子 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 咱们俩有一点是相同的 都得管住自己的嘴 你糖尿病还好一点 哎呀 我这痛疯啊 连豆腐都不让吃 就剩喝粥了啊 哎呀 你还能喝粥啊 我这产糖大货 一喝粥血糖就冲上来了 只能吃干的 赵长征说完 接过林白泡好的茶 放在茶几上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林白笑着说 长征啊 你不来看我 我也想找你聊聊嘛 最近省委组织部考察组 到东周做了个摸底调查 回来后向我做了汇报 听了汇报后 有点担心啊 赵长征侠了一口茶 哦 呃 是不是发现什么问题了 是啊 李卫明还好一些 虽然 也有两种不太相同的看法 但是 普遍认为 这个人比较正 是个实干的人 贾朝宣的问题就多了 省认为还接到不少 反映贾朝宣 官商勾结的 举报信 什么是官场 官场 就是官家的操场 就像上体育课一样 当然了 上体育课的那些 是学生 那些学生之中 只有一部分 能在官场上打拼 而现在官场上的成员 都是各位官们 他们伸胳膊撂腿 纷纷的做着自己的热身操 然后 要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较量一下 官场热闹啊 不论是打拼 抑或是陷害 都上演的那么精彩 和那么真实 有欢喜的 也有忧愁的 就像那句老话 几家欢喜几家愁 当然 欢喜的 就是自己成功了 忧愁的 就是自己被陷害了 结果 还非常的沮丧 官场上讲究战队 啊 贾超轩 想要 拉拢一些人 而丁能通 确确实实 经过别人的提醒 也让他 考虑了再三 不妨 把丁能通 唯我所拥 只有好处 目前 还没有坏处 而就在贾超轩 正在考虑 以及编织 自己的政治蓝图的时候 省里的两位领导 却已经在研究 有关于他的问题了 赵长征严肃的说 我真有这方面的反应 哎呀 问题就严重了 我们绝不能提拔带病上岗的干部 何况是东州 我建议 省纪委密切关注贾超轩的问题 如果有病 要赶紧着 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 既是对一个干部的保护 也是对党的事业负责呀 林白若有所思的说 这些天 躺在医院里想了很多问题 我总觉得 发生腐败 有原罪的 啊 而原罪是什么 这些年腐败问题 日趋严重 原罪脱不了干系呀 当然 腐败分子自身放松的修炼 是一个方面 可是那么多的干部腐败 啊 别忘了 干部首先是个人 然后才是党员 才是干部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这些 以人为前提条件的党员干部 影响着百姓的生活 传统教育 一贯把他们看成 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连政勤政 寄托于个人修养 哎 这是不负责任的 有推卸责任之险呢 其实 人就是有七情六欲的 特别是政治家的七情六欲 决定着百姓的生活 靠什么才能管住 政治家的七情六欲呢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制度创新了 通过建立新的制度 来消除旧体制的原罪 赵长征 对林白的观点 深有同感 他长叹一声说 哎 现在 政府机构的许多制度 弊病 已经越来越阻碍经济发展了 比如 边下审批多 办事越来越难了 预算外收入太多太烂 执法交叉 重复 矛盾 多头 是企业无所失踪 给政府的管理权 太多太大 如果不给予坚决改革 就业就不能扩大 人民生活水平就不能提高 消费与投资的关系 就不能调整 人民就不能安居乐业 许多事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 就会葬送在这些部门的审批许和和收费罚款之中啊 哎 是啊 林白意味深长的说 拿东周的城市建设为例 这些年 东周财政收入了半笔江山 都来源于出卖土地 如果说 城市改造之初 拆迁蓬库区 是为了改善群众的住房调整 那么现在刚建了十几年的房子就拆了 啊 上次 东周几百人到省政府来上访 就是刚建一年多的小区被拆了 理由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地上建亚洲第一商城啊 赵长征插嘴道 是啊 过去拆的是棚户区 违建坊 现在拆的都是合理合法的房子 老百姓住在市中心好好的 都被洞牵到城边子上去了 啊 市中心城的富人去 长征 你说说 老百姓还怎么安居乐业啊 我们许多官员热衷于客串房地产生意 前一段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表观点 称中国贫富分化的背后 是腐败和垄断行业的外市场话 我认为很深刻呀 是啊 从政府拿地到银行贷款 成为房地产商最关键的资源 也是干部腐败的深远 连省住经办主任新泽经都要搞房地产开发 前一段拿着方案向我汇报 让我当场给否许多了 这事儿我听说了 这件事儿光大同志对你意见还不小嘞 啊 说什么 别的省住经办都是五星级了 别的省能搞 我们省为什么不能搞 厂政 让我说 住经办完全是计划经级的产物 市场经济调节下 真应该好好考虑他的新职能了 老林啊 新泽金也是因为 是住经办马上要搞成五星级酒店刺激的 你的建议很好 回头 我让省政府研究室 好好研究一下 新形式下住经办的功能 再也不能走跑步前进的老路了 应该拖展一些新的公共服务功能 厂政啊 要搞 就从制度上下手 过去的反腐败政策 搞了多少个不准 但效果都不佳 为什么 连贯的制度少 是啊 光管干不吃喝的 建国后 就有五百多个文件 但最后 还是没管住这张嘴呀 赵长征走后 林白思绪万千 多年来 他自觉 浮养天地 无愧相子 力所能及的 勿不鞠躬进瘠 至于力所不及的 虽然竭力的去做了 也难免不尽人意 正所谓 无边落幕 萧萧下 已不是自己的本意了 然而 尽管大江东去 林白的心绪 仍如滔滔江水 不能平静 因为 有太多的问题 理不出头绪 这些问题 都淤积在心中 屡屡 回忆之不去 在萧红林 准备带队 去荷兰海牙世界花卉生产者协会总部 申办答辩的前一个晚上 丁能通 从驻京办赶回了洞中 在此之前 他已经接到了市政府副秘书长的任命 丁能通 是萧红林专程叫回来的 因为离出发的日子越近 萧红林的压力就越大 他心里非常清楚 此次荷兰之行 实际上是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 萧红林始终在想一个问题 东周有什么 在握有一票否决权的几十个成员国代表的印象中 东周这个曾经买是环境债务的北方城市 身败成功的可能性 很小 萧红林 习惯了丁能通给自己当秘书时 美与重大问题 画龙点睛的服务方式 丁能通总会在最吃劲的时候 想到好主意 让萧红林心中豁然一亮 丁能通下飞机后没有回家 他从东周机场直接去了萧红林的办公室 萧红林嘱咐秘书郑魏国 任何人也不许答扰 丁能通仔细看了答辩报告后 紧锁双眉陷入沉思 突然 他的目光豁然一亮 脸上一支烟说 萧市长 迄今为止 华博会都是在气候温暖的南方城市举办的 我们是北方城市 基础条件不好 与其他国家的申办城市比武过招 必须有杀手锏 你小子 就别卖关子了 快说说你的杀手锏 萧红林不耐烦的说 萧市长 东周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资源 举办这一盛会 这在世界花卉博览会历史上 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这样一来 一旦申办成功 资金就会成为花博会的瓶颈 等于我们自己给自己出难题 嗯 能通了 你这个主意 出得好 我们先不管资金问题 只要申办成功 我相信资金不是问题 还有 小市长 不要掩盖我们的不足 相反 要坦言我们的不足 要说透我们的不足 外国人 喜欢坦诚 充分详识的陈述 很可能 征服世界花卉生产者协会的官员 嗯 这就叫 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要为东周 创造一部绿色的编年史 萧红林听了丁能通的建议后 兴奋起来 其实 在中国政坛上 隐匿着一大批充满政治智慧的秘书 这些人 由于体质的原因 无法脱颖而出 只能 依附于人 依附于好的领导 还有一个好的前程 要是跟错了人 还可能 毁掉一辈子 丁能通 没有跟随 萧红林去荷兰 萧红林走的那天 四大班的领导 齐聚东周机场欢送 特别是市委书记 王元璋 自从与萧红林搭班子以来 第一次亲自去机场送行 萧红林风风光光的带着东周八百万人民的希望 去了花卉治国荷兰 贾朝宣却陷入了难耐的等待之中 因为贾朝宣为申办花博会做了大量的前期铺垫工作 特别是萧红林在机场面对媒体记者讲的话 让他颇有想法 申办成功了 那是给我们国家锦上添花 如果落选了 也没什么 只能说明东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自己 如果申办失败了 真的没什么吗 不会的 到时候萧红林当省长的梦可能破灭 那样的话 就会赖在东周不走 那么自己的市长梦就难缘 如果申办成功了 萧红林就真的能当上省长吗 贾朝宣的心血很复杂 其实他心里清楚 萧红林不过是困兽犹斗 因为能否熬到风腔大力的位置 与这个小小的花博会并无太大的关系 甚至与东周经济发展 能否更上一层楼 没有太大的厉害关系 那根本不是一点点政绩能够左右的事情 左右这件事呢 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中南海的秦政殿 想到这儿 贾朝宣有些心灰意冷了 自己在北京学习一年 本以为能够得到重用或提拔 班里168位政经级同学 没毕业就提拔了三分之一啊 虽然自己的各科成绩 因为有顾怀远这个硕士的亲自操刀 一直名列前茅 却并没有引起中组部领导的关注 他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他想起了臣服中的建议 应该让丁能通搭搭桥啊 见见中组部地方局的周永年 想到这儿 他拿起了电话 丁能通 在接到贾朝宣电话的同时 也接到了水静鸿的电话 水静鸿 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 在东周市环卫节前 赶制了一万双鞋 他要亲自将鞋送到东周 丁能通赶紧把这个消息 用手机向李卫宁做了回报 第二天在市政府办公大楼前悬挂着横幅 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静鸿先生向环卫工人赠携仪式 即环卫节庆祝大会 几百名环卫工人身穿崭新的制服排成方队 主席台上有水静鸿一行三人 即王元璋、赵国光、张鸿昌、李卫民、袁锡帆、邓大海等市领导 丁能通以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身份 也站在了市领导的行列里 一事由副市长袁锡帆主持 袁锡帆西装革履的走到讲台前说 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静鸿先生 向环卫工人赠携仪式 现在开始 首先 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贾朝轩同志想话 哇 环卫工人队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贾朝轩神采飞扬的走到讲台前 用洪亮的反应说 环卫工人同志们 今天是东周市第八届环卫工人节 首先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前来参加赠携仪式的城市美容师 这一最崇高的敬意 并通过你们向全市万民环卫工人表示节日的慰问 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静鸿先生 为大家捐赠了一万双喜 我代表你们 也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水静鸿先生的善举 表示衷心的感谢 站在后面的丁能通 望了一眼李卫民 心里怪不得是滋味的 因为这一万双鞋 明明是李卫民为环卫工人争取的 现在听起来 倒像是贾朝圈为环卫工人争取来的 李卫民始终微笑的表情 让丁能通看到了一位政治家的胸鬼 水静鸿参加完赠携仪式后 本来想考察一下协业生产基地的位置 突然接到集团总部的电话 称黄汉陈先生突然病了 住进了医院 水静鸿只好取消了所有行程 连市委市政府的宴请也没有参加 就直接飞回了香港 丁能通并没有急着回北京 因为他一年回不了几趟家 医学自然是不依不饶 交一次工粮不行 还得忙活第二次 丁能通正累得气喘吁吁之时 床头的电话响了 医学不让接 可是电话响得甚人 没完没了的响 响得丁能通终于疲软了 没搞完就败下阵来 弄得医学好大不愿意 气哼哼的拿起电话 劈头就问 谁呀 三更半夜的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电话里传出颤唯唯的声音 一听就知道 由于过度紧张或恐惧发出的 医学 我是医眉 姐出了点事 想找能通 拿着主意 哎呦 医眉的语气迫切 恨不得马上让丁能通接电话 姐 出啥事了 深更半夜找她 不知道 我抓住她一回不容易 都让你给下阳尾了 医学抱怨的说 血 对不起了 姐确实出了点事 让能通出出主意 原来医眉 在金桥区当社区科科长 负责社区管理工作 由于大部分社区办公条件差 牛市民政局统一下发给各街道办事处一笔款子 用来给社区办公租房子 医眉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主任比较贪婪 私下里把这笔钱给分了 他们办事处 一个书记 一个主任 一个副主任 每个人分了六万 钱是医眉奉主任的指示分的 为了赌医眉的嘴 他也分到了一万 现在有人将这件事 举报到了区纪委 区纪委已经组成调查组 下来调查了 医眉是从区纪委一位同学那儿得到消息的 说来想去不知怎么办才好 只好三更半夜 拨通了医学家的电话 丁能通听明白事情的原委后 半晌没说话 急得医眉在电话里直抹眼泪 医学在身边 也光着白花花的身子 一个劲的催问 哎呀 医学知道这件事谁听了都上火 医学知道这件事谁听了都上火 丁能通心里一定很急 便焦急的看着丈夫 姐 区纪委的人只是找下面了解情况 不是还没有找你们谈话吗 丁能通终于开口了 对 能通 区纪委的人上午到社区去调查了 到社区查一定露馅 一旦都下 解决完了 医眉说话时嘴都在颤抖 别怕 姐 这件事 你们单位的领导是主谋 你只不过是没利用了 这件事 得这么做 首先 你尽快 最好现在就行动 争取在明天中午之前 将这笔钱收上来 既然社区不用租房子 你把钱收上来后 赶紧退给市民政局 只要在区纪委的人 招你谈话之前把钱退了 举报人的举报 就不攻自破了 可是最近我们办事处 刚换了领导班子 原先的主任书记都调走了 他们要是不给怎么办 不给 你问他们 是要乌啥帽 还是要是六万块钱 姐 不是我说你 你拿这一万块钱 多不值得 有这一万块钱 也发不了财 没这一万块钱 也破不了产 为了一万块钱丢了饭了 值吗 肖红林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这个关键的时刻 那就是他此次的荷兰之行 他拿不准 更拿不定主意 东周市就一定能够被选上 而且比较其他的城市 东周一点不占优势 这怎么办呢 当然 还是先用老办法 把丁能通调回来 听听他的意见 因为肖红林已经习惯了 每一次他的决策 都要丁能通来画龙点睛 因为丁能通 确实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 他想出来的方法 都能够让自己眼前一亮 这次也不例外 当丁能通连夜飞回 直接赶到肖红林的办公室的时候 其实肖红林的内心 着实的松了一口气 最后 丁能通给肖红林出了主意 那就是 不仅要暴露 他们参选的不足 而且要坦言相对 因为这些老外 特别喜欢坦言相对的 当然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杀手姐 肖红林听了之后 信心倍增 带着这些信心 他踏上了他的旅程 当然 丁能通就不能这么 就飞回东周市 而是 要在他的这个家 姑且成为家吧 因为一年之中 他根本见不到医学几回 也根本回不了几回他的家 正在两个人在床上忙的时候 电话急促的响了 电话是谁打来的呢 是医学的姐姐 医梅 医梅 出大事了 因为 很有可能 因为他自己收到的一万块钱 而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事情的来龙去脉 相信您都听明白了 当然 这让丁能通很恼火 于是他数落他的姐姐 多这一万块钱发不了财 少这一万块钱破不了产 如果为这一万块钱丢了饭碗 值吗 对啊 值吗 此时一枚只想解决问题 我明白了 可是 我怕即使他们退给我 明天中午也来不及呀 谁家能一下子拿出来六万块钱呢 这样吧 丁能通想了想说 你自己能拿出多少 剩下的 明天让医学给你补上 先把钱退给民政局 然后再找你们那些不怕死的混蛋领导要 放心吧 他们不敢不退 再说 还有我呢 我明天再找你们去找张铁南 给压一压 没事的 电话里的医媒 终于松了口气 老头 姐给你添麻烦了 姐 一家人 别说这些 啊 你抓紧办吧 我困了 丁能通挂断电话 医学签了丈夫一下 老公 关键时刻还给你出吗 雪儿 劝劝你姐 别再贪图小便宜了 不是有句话吗 贪小便宜吃大亏 再说 就她那点 又当不了事 还好 曲继维还没找到那几个头头 要不 非把罪过都推给你姐不可 哎呀 我姐多可怜呢 刚离婚 一个人带着孩子 再说 现在的官 有几个不贪呢 那都是老百姓的计划 市委书记王元璋 李卫明 还有老同学石村山 副市长邓大海 都是好样的 我也没贪过 什么时候别忘了 还是好干不多 还有段玉芬 医学一提到段玉芬 两个人就沉默了 尽管医学还弄不清段玉芬是怎么死的 但是在丁能通的心里 已经预感到凶手是谁了 他相信石村山也会预感到 只是尚未拿到证据 丁能通不敢想 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 东州的政坛会是什么样子 第二天中午前 医媒顺利的从前办事处领导手中拿到了退款 并及时送到了市民政局 当区纪委的人下午找医媒谈话时 丁能通正在金桥区区长张铁南的办公室 能通啊 话不为选址不公平 啊 肖市长有私心 张铁南愤愤不平的说 铁南 这话说到我丁能通这儿就算拉扯 啊 不许再说这种话了 丁能通好意的提醒他 能通 这些年你的口碑谁不知道 无论谁说话到你这儿就到头了 我就佩服你这一点 不过 话我还得说 不说我别的话 谁不知道肖伟在西塘区开发的穹水花园 啊 没有肖伟的背景 哪个开发商能在穹水湖边上搞到地儿 不瞒你说 肖伟也打过草河口的主意 让我给顶回去了 我和何振东不一样 何振东巴不得在西塘区搞开发 他好有机会巴结肖市长啊 我张铁南 希望花博会选在草河口也是出于公信 花博园的设计 完全可以依照森林公园的特别设计 在森林公园边上建公园 啊 既丰富拓展了公园的功能 是森林公园与花博园相得一张 又开发了金桥区的旅游资源 一举两得 搞到穹水湖畔 水药是污染了 市民喝什么呀 张铁南是个直肠子 一口气竹筒倒豆子说了一大堆 铁南 让我说 花博园无论是设在草河口 还是建在穹水湖畔 都不合理 因为花博园一旦开源 必然带动周边的房地产开发 这对两大风景区 都是严重的破坏 所以 没设在草河口 你应当庆幸 冷冲 那你说应该设在哪 总不会设在市中心吧 张铁南刨根问底的问 依我看 应该设在黄县 黄县 为什么 你看 过了西塘区 就是黄县 离室内开车 不过一个多小时 那里不仅有两个几百年的古镇 还有温泉 如果把花博园设在那 一山傍水的 必然带动黄县的大发展 在那里搞房地产开发 对黄县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人们在那里 可以游古镇 闪花园 泡温泉 住别墅 吃山珍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嗯 你别说 还真有道理 黄县的前插阵 后插阵 我都去过 确实是个好地方 可惜啊 你丁能通 不是决策者 咱们也犯不上 操这份闲心了 诶 能多 难得到我们金桥去啊 无论如何得一罪方休 丁能 不行 我约了朋友 已经答应人家了 谁呀 一起来呗 打电话请过来 另外 搬你大姨子也请过来 我还第一次 听头谈计我们去呢 请过来见见面 以后往关注关注 张铁南说得很诚恳 盛情难确 丁能通只好答应 其实 晚上丁能通 想见见石村山 另外 贾朝轩打电话 让他搭桥 见见中组部地方局的周永年 丁能通觉得太唐突 要是让萧市长知道了 自己不好交代 但又不好回绝贾朝轩 于是心生一计 想让贾朝轩 见见刘凤云的老父亲 刘凤云的老父亲 孤苦伶仃 一个人住在东州 每次丁能通回来 都去关照一下 要是把刘凤云的老父亲 引荐给贾朝轩 寄给了贾朝轩面子 又不至于 让萧红林 太独心 而且 比直接见周永年 有效果 晚上 他还想拜访一下 刘老爷子 不事先打招呼 怕刘老爷子不见了 因为这老头 做人很低调 晚宴 就安排在 草河口宾馆 十五号楼 丁能通 嘱咐石村山 把一枚一起接过来 一枚虽然比 医学大两岁 但姿色 一点不比 医学逊色 石村山和一枚 一起走进包房时 张铁男和丁能通 眼睛都豁然一亮 因为两个人走在一起 看上去 太般配了 丁能通心想 哎呀 怎么从来没想过 把这两个人 往一起撮合撮合呢 石村山一进门便说 能通 你知道 隔壁包房是谁吗 你小子 长了一双鹰眼 又发现什么情况了 丁能通开玩笑的说 西门大官人 还有电视台第一美女 苏洪秀大小姐 啊 苏洪秀 怎么和袁锡帆 掺和到一起了 奇怪啊 丁能通 若有所思的说 哼 这有什么奇怪的 谁不知道 袁锡帆号这口啊 要么 怎么能叫西门大官人呢 你这个助经办主任 不会连这么重要的情况 都不知道吧 张铁男 用炫耀的口气说 啊 姐 还不见过张区长 丁能通 对一眉说 张区长好 一眉一边与张铁男握手一边说 哎呀 一眉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啊 明明是丁副秘书长的大一姐 居然不跟我说一声 我看你们办事处主任 不想干了 这么重要的信息都不告诉我 简直是没有党性 丁能通听了心里哭笑不得 心想嘿 这与党性有什么关系啊 啊 张铁男又与石村山寒暄后 众人落座 韭菜很快就上席了 张铁男和石村山都是性情中人 三杯过后 张铁男举杯说 哎呀 酒温师就对 神有无比 破过不少大药了 怎么样 咱们比一比酒量如何 啊 这第一杯酒 我先干为敬 说完他一仰脖子干了 石村山从来不怕挑战 却一开袭张铁男就冲自己来了 喝啊 哪敢示弱呀 也一仰脖子 嘖溜 干了 哎哎哎哎 你们俩啊 要是这么喝太没意思了 不如每个人讲一个笑话 讲的笑话要是谁都不笑 就罚酒一杯 怎么样 好啊 哎 我先来 张铁男自告奋勇的说 讲笑话我不行 讲案子我再行 石村山告饶的说 讲一般的案子不行 要讲就讲特离题的 一枚插嘴的 对对对对 因为说的对啊 不许拿那些打打杀杀的小案子骗我们啊 一定要离题 张铁男笑着说 那张局长 你先讲吧 丁能通笑眯眯的说 好 讲就讲 我这个人没别的能耐 就是笑话多 听着啊 这有一个猎人呢 正在打猎 啊 寻找目标时 发现树上有两只鸟 他急忙举枪瞄准 砰的一枪 打下一只鸟 上下一看 呦 发现是只没毛的 正纳闷的时候 另一只鸟飞起来大骂猎去 他妈的 老子刚哄他把衣服脱光 你就把他打下来了 哈哈哈哈 张铁男说完 众人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呦 哎 讲得好 有意思啊 鸟男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十孙山一边笑一边说 孙战 我再说一个 就该到你了啊 张铁男点了一只烟接着说 说一个女的啊 正在厕所小边 一个醉鬼酒后 误访了进来 听到哗哗的尿声 这醉鬼忙说 别 别动啊 我真的不能再喝了 女的下坏了 不敢再尿 憋不住 嘿 放了个屁 哗 醉鬼说 我 怎么又起来一瓶 哗 这下子 逗得众人笑得是前仰后合 一眉都笑出了眼泪 怎么样 十支队 带你的了吗 张铁男叫吧 别别别 能送下来 十孙山推一堵 铁男这笑话有啥呀 听我的 丁能通不服气的说 产房里 一个小孩出生后 哈哈大笑 接生护士都非常奇怪 围拢观察 发现 小孩拳头握得很紧 掰开后 哟 发现是一粒 坠菜药 只听小孩说 他妈的 想干掉我 没那么容易 丁能通说完 大家又是一阵笑 十孙山说 哎 一门 该你的了 一眉无奈 只好硬着头皮 讲了起来 农夫要杀公鸡 却逮不着 于是抓起母鸡说 再不下来 让你打光棍 公鸡说 你以为我傻呀 我下去 他就成寡妇了 一眉讲完 一眉讲完 十孙山 再也躲不过去了 端起酒杯 说 来来 铁达 能动 好招时间 没这么开心了 讲之前 我先敬你一杯 十孙山 挨个碰杯 后 一饮而尽 然后说 哎呀 我讲的 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 一件错综复杂 离奇不怪的 死亡案件 也是一起 很精彩的 自杀案 死者 名叫罗纳德 把一验尸后 断定为 头部受伤死亡 死者 从十一楼 楼顶 跳下 试图自杀 自杀前 他还留了一份遗书 但下落时 却被从九楼一个窗户 射出的猎枪子弹 击中 当场死亡 射手和死者 都不知道 在该楼的八层高处 有一副 保护玻璃清洗工 安全的网 因而罗纳德 不可能实现自杀几乎 中国调查发现 射出子弹的屋内 住着一对老夫妇 当时呢 老两口正在吵架 老头情绪非常激动 抄起猎枪 对着老太太 扣动了扳机 子弹没有打中他的妻子 却穿过窗户 正巧击中了罗纳德 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 某人试图谋杀A 却杀死了B 则按谋杀B罪论处 面对谋杀罪的指控 老两口都坚持说 他们谁也不知道猎枪装着火药 老头说 多年来 我总是由猎枪吓唬气色 我根本不想谋杀他 所以杀死罗纳德 看来是意外事故 也就是说 猎枪是被偶然装上了火药 通过进一步调查 找到了一位目击者 他证明 老夫妇的儿子 在事发大约六周前 往猎枪里上了火药 原因是老太太突然中断了对儿子的经济资助 儿子企图利用父亲 常用猎枪吓唬母亲的习惯 借父亲之手杀死母亲 案件 此时成了老夫妻的儿子 谋杀了罗纳德 更为离奇的是 老夫妻的儿子 正是这位叫罗纳德的青年 他因迟迟未能实现谋杀母亲的企图 而破改失望 所以想跳楼自杀 不巧 却被自己填装的猎枪子弹激动致死 按照法律规定 死者是自己谋杀自己 因此法医最后判定 这事装自杀案 十孙山讲完后 众人无不成奇 丁能通喝了一肚子酒 想去卫生间 张铁囊开玩笑说 哎 别像醉鬼似的走错了门啊 丁能通边笑边走出包房 刚走到洗手间时 苏洪秀正照着镜子涂口红呢 从镜子里 看见丁能通晃晃悠悠走过来 苏洪秀突然转身问 丁能通 回来也不吭一声 怕见人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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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洪秀甩来甩飘逸的长发 抬起胳膊 拢了拢耳边的发丝 露出雪白鲜嫩的夜窝 空气中 顿时荡漾着诱人的心象 丁能通顿时 脸热心跳起来 洪秀 你等我一会儿 我方便完 所以你一起 给原市长和陈福中进就 啊 丁能通说完 一头钻进洗手间 他一边撒尿 一边心思 陈福中请袁熙帆吃饭 有点意思啊 袁熙帆主管外经外貌工作 陈福中要打他什么主意呢 哎呀 既然碰上苏洪秀了 不过去敬杯酒 袁熙帆和陈福中非挑离不可 想到这儿 他打了个扭颤 丁能通 随苏洪秀走进包房时 陈福中正在与袁熙帆而语 袁熙帆一脸的愉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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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市长 听洪秀说 附中请袁市长吃饭 无论如何 我得敬杯酒啊 丁能通一脸堆笑的抱拳说 呀 哈哈哈哈 主经办大使什么时候回来的 啊 听说你们要挪地方了 袁熙帆 派头十足的说 哈哈 托袁市长的福 主经办就要进驻北京花园了 多亏了府中帮忙啊 丁能通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 又分别给诸位买上 然后举杯说 袁市长 我先敬一杯 说完一饮而尽 袁熙帆端起酒杯 瞎了一口 能通啊 跟谁在一起吃饭呢 啊 金小区张区长 请请这队十指队 还有我大姨子 丁能通话一出口 袁熙帆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 丁能通啊 人家吃饭不是带老婆 就是带小姨子 你怎么带大姨子呀 陈副中听到十指队表情僵了一下说 拿走 一会儿陪我过去敬杯酒 哎呀 副中啊 敬什么酒啊 红霄 去 都把他们 请过来 相请不如偶遇 这边正吃着饭呢 隔壁也有熟人 本来啊 今天晚上这一顿 是丁能通 要请金桥区张区长的 啊 目的是为了协调一下关系 出席这顿饭呢 呃 刑警支队的十尊山 还有 那就是他的大姨子 乙梅 这顿饭吃得非常融洽 而且吃得也非常高兴 大家都非常的愉快 正当丁能通出来 接手的过程中 遇到了 红袖 红袖正在那对着镜子 描眉画眼呢 从镜子中 他看到了 丁能通 摇摇晃晃的过来 于是告诉了他 在他们的隔壁 是袁熙帆 和陈复中 以及他 丁能通 对这种组合 非常感兴趣啊 按理说 陈复中和袁熙帆 他们两个人 没有共同利益可言呢 这两个人 怎么会混到一块呢 而且 还有苏鸿秀 哼 乱了 真是乱了 没办法 怎么办呢 丁能通是官场上的人 他不可能犯官场大计 既然知道了 人家在隔壁 而且人家还是领导 进去敬酒吧 丁能通进去 先喝了一杯 然后 向袁市长做了汇报 隔壁都是谁谁谁谁谁 跟他一块喝酒呢 当提到石村山 感到陈复中的表情 僵了一下 毕竟啊 现在陈复中和石村山 他们两个关系 水火不相容啊 袁熙帆于是吩咐 洪秀 到隔壁 去把他所有的人都请来 袁熙帆发话了 苏洪秀 鸟鸟鸟鸟鸟的 走了 不一会儿 张铁南端着酒杯过来了 石村山和一梅 都没跟过来 袁市长 石支队和一梅 似乎不过来 苏洪秀 无奈的说 袁市长 副中 别为难他们了 石支队喝多了 一梅怕见人 我 我在楼了 我在楼了 张铁南说完 端着酒杯挨个儿敬 丁能通心想 石村山一定是因为 陈复中在 不愿意赏他脸 才拒绝过来的 这脾气可太像 段宇芬了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一点台阶 也不会给你的 陈复中听了 有些下不来台 丁能通 赶紧打袁厂说 啊 复中 请袁市长吃饭 一定是又有发财的 好事了 可别忘了给老弟 也创造点机会啊 哎 能通啊 今天请袁市长 吃的是感情饭 没有一点功力色彩 别戴着眼镜看人啊 陈复中就颇下驴 不信 你问洪秀 丁能通心想 少他妈瞎扯 吃感情饭 带着苏洪秀干什么 啊 谁不知道西门大官人好色 有苏洪秀在 什么事西门大官人 不得答应啊 能通啊 这你就冤枉 附中了 啊 今儿 这饭吃的汁 附中可帮我一个大忙啊 袁锡帆一本正经的说 你们都知道我老伴摊在床上十几年了 我又没儿没女 只能请保姆伺候 可是我老伴那个人难伺候着呢 换了不知多少个保姆了 一直没有满意的 这回附中帮我找了一个保姆 农民家的孩子 还学过医 正对我心思 哎 要不我这一天忙到晚 老伴连端茶道士的人都没有啊 袁锡帆说得楚楚可怜 包房的气氛一下子沉闷了起来 丁能通心想 陈副中给袁锡帆家找保姆 这不是黄鼠狼给击败年吗 袁锡帆会看不出来 苏洪秀看冷了场 连王端起酒杯说 袁市长 来 我为你找到一个趁先如意的保姆 干一杯 气氛马上又热烈起来 张铁男也扯着大嗓门喊 好 来 干一个 干一个 酒杯叮叮当当的碰到了一击 大家都仰着脖子一饮而尽 石存山是在席散之后 众人在门口寒暄时碰上陈副中的 陈副中就像耗子见了猫似的 满脸对笑的说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石之队啊 想过去敬飞酒 可是习散了 改天我请客 啊 石之队一定要上光啊 不敢呢 我怕喝了你陈老板的酒 被大蟹八块 扔在黑水河里 喂王吧 石存山黑着脸 阴阳怪气的说 这 哼 石之队真会开玩笑 好像我的酒是春藏毒妖 陈副中被噎了一下 反唇相激的 石存山 这是袁熙帆走了过来 说 怎么 我请不动你啊 让你过来喝杯酒 都不给面子 难道得我过去敬你不成 袁市长 别挑礼 我让丁灯通 张姐男贯都了 改天我请客 算是给市长大人赔罪 石存山说完 给一梅开了车门 一梅没见过这场面 赶紧钻进了车里 能通 能通 你上不上来 石存山喊道 丁能通是想给一梅 创造点接触石存山的机会 就说 啊 拜托你 送我姐一档 我还有点事 石存山一点也不愿意恋战 钻进车里一溜烟就没影了 众人又寒暄了一通 丁能通上了苏洪秀的车 车内心香四溢 苏洪秀 五妹动人 香车美人 让有了七八分醉意的丁能通 心惊荡漾 胡思乱想起来 苏洪秀是东周赫赫有名的大美人 为什么会看上贾朝圈呢 要知道 他连肖市长的儿子肖伟都不放在眼里 难道真的爱上了贾朝圈了 还是爱上贾朝圈的拳了 一般像苏洪秀这样的交界环 不太可能专爱某一个异性 除非对方有权或者有钱 萧伟的有权有势是老子禁语的 老子一下台 儿子就狗屁不适了 而贾朝圈 正是后界十足如日中天的时候 用股票投资的行话讲 那是长线 丁能通不禁暗自佩服起这个女人 便情不自禁的多看了他几眼 通哥 怎么这么看我呀 当贼心了 小心你老婆吃醋 苏洪秀也有了七八分的嘴意 言语中充满了骚气 洪秀 你还不了解我 我根本不怕老婆吃醋 还是喝酱油 我是觉得 朋友妻不可欺啊 丁能通放着胆子说 你瞎说什么 我是你哪个朋友的妻呀 苏洪秀哥哥的笑着呗 啊 贾市长啊 贾市长和我是朋友 你是他的姐 你说我怎么能碰 心里再喜欢也不能碰 丁能通酒劲上来了 舌头有点硬 你要与贾朝鲜真是朋友 你向他离婚 啊 他要真离婚 我就专心给他做老婆 他要是不敢离 我愿意跟随就跟随 丁能通心想 少他妈跟我吹 我吓唬吓唬你再说 他一直前方 哎 洪秀 你看那不是贾市长的车吗 苏洪秀 猛一踩刹车 啊 哪儿呢 哪儿呢 车 隔着一声 停在了路边 第二天中午 丁能通陪贾朝鲜 请刘凤云的老父亲吃了饭 贾朝鲜 还把自己在北京学习期间 写的文章 装丁成册 交给了老爷子 希望老爷子 在女婿面前 能够为他美颜 丁能通心里最清楚 这里的文章 几乎都是顾怀元写的 老爷子很看重这本册子 答应一定给周永年看 贾朝鲜在老爷子面前 显得谦虚 有礼 再加上丁能通六分 哎 老爷子对贾朝鲜印象不错 送走老爷子后 贾朝鲜很得意 称赞丁能通这个策划好 先让老泰山 在周永年那边 瞧瞧边谷 然后再找机会去北京拜访 就显得不唐突 这就叫水到渠成 丁能通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一大早 正在卫生间洗涮 白丽娜就兴高采烈的跑了进来说 哎呀 主任 东周成功的获得了花博会的举办权 我一会黄孟然一来了 他一进门就喊 头儿 头儿 萧市长从荷兰直飞北京 晚上的飞机 准备接机吧 丁能通一边刷牙 一边问 啊 怎么 没有直接回东周啊 啊 可能是要答谢一下国家商务部的领导 你想 这么大的事 没有国家的知识 能行吗 黄孟然揣夺着说 孟然 你去首都机场安排一下 场面一定要隆重 啊 欢迎萧市长凯旋 丽娜 你去北京花园安排一下 萧市长从来没有住过北京花园 让天波涛好好表现一下 总统号不能压于昆仑饭店 黄孟然和白丽娜匆匆的走了 丁能通才觉得肚子咕噜噜的叫了起来 赶紧穿戴整齐去食堂吃饭 他刚走进食堂 钱学李嘴里叼着烟 迎面走了进来 这几天钱学李心里哭笑不得 他给李卫民送的两万块钱 被李卫民逼着自己捐给了天沟小学 天沟小学 竟给他寄来了感谢心 行 丁主任 还没吃呢 啊 没有 哎 丁主任 我给东周那块地儿 请了个风水大师 我琢磨着开工前 让大师测测风水 没想到 这位大师不仅风水测的好 算命也特别准 让我安排在北京花园住下了 哎 机会难得 你不让他算一算 人家可是 竟给省部级领导算 都说东周申办花不会没戏 我事先问我呀 人家一算 说没问题 是吧 申办成功了 哈哈哈哈 前学礼说完 哈哈大笑的走了 啊 算命先生 丁能通心想 有这么神的算命先生 何不晚上给肖市长算算 服务员把饭菜端上来时 丁能通突然想起新泽金 求自己让他弟弟见肖市长 谈合作地铁的事 今晚肖市长在北京 正好是个机会 于是他拨通了新泽金的手机 让他弟弟在北京花园随时待命 新泽金满心欢喜的挂了电话 丁能通还是不放心 北京花园安排的是否舒适 饭菜安排是否和肖市长的口味 又惦记前学礼提到的风水大师 吃完饭 他开着奔驰直奔北京花园 刚进大堂 迎面碰上了北京花园总经理 田伯涛 田总 总统涛安排他怎么样了 丁能通不放心的问 丁主任 有白小姐亲自安排 你还不放心 丁能通心想 也是 人家都睡到一个床上了 跟两口子似的 安排的一定比我还仔细 白丽娜现在在哪儿啊 别提了 丁主任 你们前部主任请了一位风水大师 住在二二一一房间 算命准得不得了 白小姐好奇 去二二一一找大师算命去了 田总 那个大师真的算得准 准哪 简直就是个活神仙 不信 你去看看 丁能通走到二二一一门前时 白丽娜一脸的喜悦走了出来 呦 头 你也来算命 算算吧 准得不得了 说着白丽娜推开房门说 孙先生 我们主任来了 您给他好好算算 一个老者的声音 硬唱着 迎了出来 丁能通信一下 这娘们简直是白痴 连身份都暴露了 还算什么 还算什么呀 只见眼前老者六十多岁 胸前飘着花白的山羊胡子 三角眼中 目光炯炯 黑脸惊瘦 穿着一身白布一裤 倒有几分 倒骨先锋 啊 丁主任好 里面请 白丽娜走了 丁能通随着老者走进房间 两个人一左一右坐下 丁能通递给老者一根烟 孙先生 我们住经办 在东周开发的那块地 风水可好啊 丁能通试探的问 啊 对不起 丁主任 那块地老朽还没去看 后天随前主任前往 一看便知 孙先生不慌不忙的抽着烟说 啊 前主任说 孙先生可以料定前世机生 不妨就请老先生散散 嗯 丁主任 请说一下八字吧 丁能通说了自己的八字 老者 微闭双目 沉思半上说 丁主任 有没有听说过 有没有听说过诗经中的周南桃妖篇呢 丁能通不知道老者卖的什么关子 摇了摇头 啊 桃之妖妖 桃之妖妖 这子于归 一妻世家 桃之妖妖 有份其时 这子于归 一妻世家 桃之妖妖 其夜真真 这子于归 一妻世人 孙先生摇头晃脑 朗诵一遍后说 丁主任 这首诗描写的 是女子出嫁时的情景 并对新娘的美貌和美德 寄予赞美 大一 就是在桃花盛开的时候 有一个像桃花一样美丽的女子 能够生儿育女 能够使新郎的家族子孙 像桃树一样的锅师累累 枝叶茂盛 是一个对新郎家非常合适的人选 所以 古人在赞美祝贺婚姻时常说 既和周公之礼 又服桃妖之时 就是初点这里啊 啊 孙先生 我听明白了 你是说 我要走桃花运了 是不是 丁能通一边说 一边按吗 老混蛋 说我命犯桃花 直说不就完了 转什么转呢 嗯 好 叫做桃花运 不好 叫做桃花结呀 孙先生捋着山羊胡子说 啊 桃花运怎么讲 桃花结又怎么讲 丁能通略想紧张的问 啊 命理中的桃花运 是根据生辰八字中的五行所处 长生 母玉 灌带 林冠 帝王 衰病死木 绝太阳的位置而言的 如大运和流年 行云到 沐浴阶段的时候 就叫做 幸桃花运 在十二帝之中 子五谋友 便是桃花 人生的八字 也是由十大天干 与十二帝君 组合而得来的 所以 每个人都会有碰到子五谋友的时候 如果子五谋友出现在人的生辰八字里 便叫桃花辱命 人生的运行 每十年便行一个干支 与流年结合起来 就叫云 啊 丁主任 在人生的运上 刚好碰上了子五谋友 让老朽难心的是 既有桃花运 也有桃花结呀 啊 这话怎么讲 丁能通心想 难道我还要栽在女人手里 就是说 目前有两个女人 正在与你纠缠 丁主任心中都放不下呀 不过 有一个在事业上 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还有一个 在事业上可能给你带来劫难啊 劫难 孙先生说完 丁能通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 自己能够称得上情人的 只有黄县驻京办主任罗小梅 怎么还出来第二个了 孙先生说的与事实不符 与我丁能通关系不错的女人不少 但都称不上情人 所以 也就更谈不上什么运 什么结了 丁能通 搪塞着说 丁主任 老朽行走江湖几十年 从未走过眼哪 不会错的 你的这两位情人 一个属猪 一个属蛇 对不对 孙先生口气坚定的说 丁能通 丁后 暗自惊骇 这老头神了 罗小梅确实属猪 但是属蛇的是谁 莫非他指的是金燃燃 有混蛋 那是我妹妹 啊 怎么能乱点冤阳谱呢 孙先生 真会开玩笑 这样吧 孙先生在北京花园的一切开销 都算在我的账上 有什么 尽管开口 啊 我还有事 告辞了 丁能通说完 起身 告辞 - 个人 - 这 - 这